随着非洲M-DOT疫情扩大 五国机关署也宣布 全面提升钢国等七国的旅游疫情警示 因为已经在非洲流行的M-DOT 是原本成疾的EB型病毒 它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不止传播力更强 致死率更达到3.6% 是原本流行的第二型的18倍 专家市井M-DOT的传播途径在改变 一旦进入台湾 对于每个年龄层都会造成威胁 M-DOT疫情在非洲多国蔓延 原本成疾的EB型病毒串烧 就连瑞典也爆出首例个案 就怕也会进到台湾造成威胁 除了传播途径 从以往的亲密接触 变成可能透过空气 或者是飞沫传染 传播力更高之外 在非洲引发流行的M-DOT新别 EB型病毒致死率更是大飙升 是原本流行的2B型病毒的18倍 而且感染者大半都是年轻成人 还有儿童 对比过去的M-DOT疫情 除了一样会发烧 在胸部跟手脚上出现红疹 EB型病毒的感染者症状还会更严重 也更容易出现肺炎 脑炎等病发症 身体的病毒量比较高 同时它的呼吸道可能有病毒 飞沫或者微小颗粒互相传染 它的病毒如果污染了环境以后 这个病毒在环境中存活时间 也拉得比较长 威胁性整个就拉高了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 感染EB型病毒的个案 但疾管署将先多倍M-DOT疫苗 大约可以提供7到8万人次接种数量 也会把口服用物背齐 预计下周召开专家会议 讨论调整疫苗接种对象 记者魏婷于领雨组合报道